你的機會來了 我的機會怎樣 來 你看一下 李安來了是不是 李安 我們的船 我們捕魚的船回來了 捕魚的船 捕魚的船回來了 所以我的機會就要 海上交易了是不是 對對對 要把它攔下來 這裡 不夠大聲 不夠大聲 不行不行 大聲過來 是我們看看 天號259 259的船號 你趕快過來 259的船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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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請你靠過來 等一下 我們要買東西 原來這所謂的海上交易市場 就是出海尋找 剛補完漁獲 準備上岸的漁船 半途中 將他們攔截下來 直接購買船上 最新鮮的漁獲 現在我就要指導黃龍 看看今天有什麼好獲勝 來到布袋港 民眾們大部分都是來這裡 採買新鮮漁獲 不僅價格實惠 漁獲 但是你知道嗎 在這裡其實有一個 鮮為人知的海上交易市場 不僅創下全台唯一的紀錄 聽說超低的價格 也讓民眾們趨之若悟 到底這海上賣的是什麼西式珍寶 既然吸引大家爭相恐後 想排隊出海去體驗呢 想把我這次抓準了這個機會 跟請大家的腳步一起上船 準備出海去尋寶 過後看 觀眾朋友你們 哈哈 知道 海上交易 你們到底在交易什麼東西 等一下出去就知道了嘛 這麼神秘 等一下出去就知道了 真的嗎 那奪外海嗎 大概出去 大概也在附近的近海 但是已經在外海了 台灣海峽上面 台灣海峽上面 對… 真的喔 是… 到底是交易什麼東西 本來想說直接上船 我詢問船老大 就會知道這葫蘆裡 賣的到底是什麼藥 沒想到她竟然給我賣關子 好啊 沒關係啊 我自有法寶 看著船上的遊客這麼多 隨便問一個吧 張惠妹 你怎麼… 不是喔 我從後面看好像張惠妹 我想 阿妹怎麼也跑來玩 妳們要去哪裡 妳們要去買東西 去帶很多錢 妳今天帶很多錢 這個喊怪喊 需要帶很多錢買東西 那妳是買什麼 我要來打開三角 什麼 打開殺戒 打開殺戒 張棟梁對不對 張棟梁對不對 我好像今天又有張 那邊又有張棟梁 妳們兩個怎麼會來這邊 我們等一下要去大開殺戒 大開殺戒是這裡的暗號嗎 是這裡的暗號嗎 妳們要去買東西是不是 不是 妳們有帶錢嗎 有 帶很多妳用錢 很多妳用錢 然後也是要到外海 去大開殺戒 到底這船是開往何方 我可是一頭霧水 不過看著船上的遊客們 開心的模樣 我想應該沒有 誤入這一船才對 而隨著船 不斷地朝海外前進 我的心情更加了緊張興奮 忽然間船 既然在飄移的竹筏旁邊 停了下來 難道這是我們的目的地道了嗎 沒想到船老大 既然是要先替我們大家尋找食物 可怕了 還沒有海上交易之前呢 整個船上的人都非常餓 好不好 為了他們 為了要一個成功的海上交易 我先為他們來找一些食物 大哥 我們要找什麼食物 有沒有 有沒有 生蠔就對了 對 那你等我一下喔 對 我馬上過來喔 不要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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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要跟你說 不要跟你說 不要啦 不要這樣就很穩 對 這樣就很穩 可以 你把我拿到這裡 拿這個喔 對 我把你拿到這裡喔 反正來 好恐怖喔 有啦 你幫我解了在這裡 我們要拿什麼啦 這個... 這個喔 對 你也要給我 也要啦 這樣子可以... 對 對 對 看... 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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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整串的啦 這個以前我在各地的這個 海上呢 只要有生蠔的這個 它對養殖的地方呢 就會這樣一串一串的 新鮮的生蠔 各位 你們不會餓了 趕快準備你們的工具吧 我們來吃生蠔啦 再大聲一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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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拿回去了喔 拿回來了 冒著隨時會掉下海的風險 我成功的替大家 拿回一串新鮮的蚵仔 喬遊客們開心的模樣 我真感覺自己是民族英雄啊 不過原來這一排排 在水面上的浮法 都是布袋漁民養殖蚵仔用的 大家都會在豬巴上放自己的標誌 才能夠認清這蚵仔是屬於誰家的 而養殖的辦法 也就是以槌掛的方式 放置於深海中 這樣蚵仔不僅能不受到水的汙染 也可以吃到比較多的浮游生物 因此這裡的蚵仔 可是又大顆又健康 不幸的話 我們請大哥幫我們打開牡蠣 見識一下 你看看是不是很飽滿誘人呢 不過話雖如此 我們這次的目的可不是蚵仔 所以得馬不停蹄的繼續行行 前往我們的目的地 小馬 你的機會來了 我的機會怎樣 來 你看一下 李安來了是不是 李安 李安在哪裡 我們的船 我們捕魚的船回來了 捕魚的船 捕魚的船回來了 所以我的機會就要 海上交易了是不是 對...我要把它攔下來 我要攔下來 這裡 不夠大聲 不夠大聲 來... 不行... 大聲過來 是我們看看 3號259 259的船號 你趕快過來259的船號 259的船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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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請你靠過來 看一下 我們要買東西 大家一起去 259的船號 259的船號 靠過來 我們成功了完結它了 它停下來了... 它停下來了 鎖幸有這一隻大聲公 我怎麼覺得我們買東西 好像在求救 五船的魚船趕快靠過來 二船哥... 我們要幹嘛 我們現在 因為這個是早上臨場出去 去捕魚的那個捕魚船 是 所以我們等一下 所有的今天的那個魚貨 蝦 仙蝦都會在上面 那個魚船交出來 不是 魚船交出來 魚船交出來 我們要那艘魚船 魚船靠過來 魚船靠過來 魚貨交出來 原來這所謂的海上交易市場 就是出海尋找 剛剛補完魚貨 準備上岸的魚船 半途中將它們攔截下來 直接購買船上最新鮮的魚貨 現在我就要指導黃龍 看看今天有什麼好貨色 今天有什麼樣的魚貨 我們來看看 這什麼蝦 這什麼蝦 炒蝦喔 連... 連蝦是不是 對... 連... 喂 你好 喂 是媽 我馬上就回去囉 幹什麼東西 對 這樣子一隻多少錢 這是算金人 算金的對不對 剩金的喔 剩金的喔 沒錯 各位船上的我們的遊客們 我們都是算金的喔 以金替下 很好 神鬼奇航 這位黏人 這位黏人喔 這個拿來撒心米很好吃耶 但是很Q啊 很Q喔 好 還有什麼 剛剛那是保羅嘛 那裡面還有什麼 這是什麼 花枝 有花枝 好可愛的花枝喔 還有爛尿蝦 我有看到爛尿蝦 花枝 誰要買花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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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看我 花枝一雞 一百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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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快一點 最後兩隻 最後兩隻 一兩隻 兩隻 一百五 三百塊錢成交 三百塊錢成交 來 有沒有要蝦子了 有沒有要蝦子 蝦子一斤多少 蝦子一斤多少 明蝦一斤多少 要四百 明蝦一斤四百塊 一斤四百塊 一斤四百塊 來一斤四百塊 趕快出手 快點 哪一位哪位 三百 三百 他說一斤三百會不會 三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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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百不能賣是不是 一斤三百 一斤三百 一斤三百九 好 三百九 好 三十 三十 你爛死了 三十 OK 他們覺得我太爛了 三百八 三百八 太爛了 好不好 三百八十九 三百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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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百五成交 三百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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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斤了 一斤了 一斤兩斤 兩斤三斤 你爛一斤 總共三斤 你爛下來了 三百五 三百五 一百五成交 三百五成交 漂亮 大家出手如此的大方 買得這麼起勁 可不是沒有原因的 因為這裡的價格 絕對比你在魚市場買得更便宜 而且魚貨豐富的程度 也絕對跟市場有得比 你看看有蝦、taco、螃蟹、鱼、花枝 一样都少不了 在这里可以满足你所有的需求 而其实这么有趣的海上交易市场 已经营运了七年之久 起初是因为陈大哥在国外旅游时 看到人家有这样的海上市场 才发想出来的idea 他认为既然台湾也有如此优温的条件 理当应该要好好利用才对 于是就开始了嘉义地区的海上交易活动 而就在我们帮忙叫卖的同时 大家也是不间断地一直在喊价购买鱼货 看这情况如果我不赶紧出手 就来不及了 三斤的螃蟹 好 好 好 带两斤 taco两斤 taco两斤 带两斤 漂亮 两斤 带两斤 带两斤 来 带两斤 先两斤 我跟老板要交易了 老板 好 这个是我刚刚要两斤吗 对 一斤两百嘛 对 这样是四百嘛 对 我刚...你知道我刚刚在干嘛 你知道吗 你有看到吗 有 我刚才在帮你卖东西 你知道吗 在推销 对 在推销 对 那一斤 OK 一斤就好 对啦 我要再买吧 不是 你还要再买哦 可是一斤他是卖我 不好意思 因为我刚好剩一本 没关系 我跟你讲 我的福利 分享给你们 好不好 我们应该一起吃 好不好 来 一百块 漂亮 好 眼看船上的渔货 被我们这群人给搜刮完毕之后 大家总算是心满意足地与渔船老大道别 谢谢他的大方与阿萨里 让我们度过如此开心的一天 我也诚心地推荐大家 有机会一定要来亲自体验看看 看着海上的交易市场 虽然得付上些许的费用 但陈大哥 不仅会替大家准备豪华的风味餐之外 为了体贴游客 想立即吃海鲜的心情 他也大方地提供免费的料理服务 让游客可以一边伴随着海风 一边品尝最新的海味 还真的是无比的享受 观众朋友们 不好意思哦 让我先开动啦 所以我说这个体验非常好 像一个活动 海上交易非常好 为什么呢 因为吃得又新鲜 而且你的钱包也不会大失血 因为你只要说这个 不要说带太饱的钱来啦 你要吃得饱 但带薄方的钱就可以了 交易就完成了 对不对 对 大家 这样的一种交易模式 大概 观众朋友想要知道说 大概差几成 买价 买价 其实层数 要看当天的船长的心情 对哦 对 像通常大部分都 大概一成左右 今天大概有两成左右 今天可能产场的 鸡肉鸡就好 鸡肉鸡 因为我们买了也很阿沙里 阿沙里对不对 对 各位来宾也很热起来 大家现在你看 每个人都吃得很安静 比较好吃 好 你们吃得开不开心 开心 买得爽不爽 好 要不要再来买 要 下次要不要带更多的钱 要 好 你看 多该晕 这一次的旅程 真的是让我一辈子难忘的回忆 由于台湾四边滑海 拥有丰富的海洋 鱼资源 陈大哥灵机一动 利用嘉义布袋本地的优势 打造出全台唯一的海上交易市场 让想购买新鲜鱼货的民众们 以前除了只能够到市场鱼港外 现在多了另外一项 出海沙价买鱼货的有趣新选择 电视机前面的观众朋友 有机会别忘了一起来体验看看哦 世界之大 无奇不由 福尔莫杀 五花八门 跟着我的脚步 给你超乎想象的 台湾贼命